一个人同时 拥有两个MNC游侠 这是第一个异点 而且根据我的那套 通事推算案 惠妃的鱼 是一个上海本地姑娘 但是 她的收获方式 生活习惯 却在八月十五号以后 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 想知道是为什么吗 我们俩的聊天 我主要负责抛出话题 而惠妃的鱼 一直都可以反击我 找出我说话的漏洞 她是我见过的 思辨能力最强的女人 所以 这也是我跟她聊天的乐趣 但是你不一样 你永远是顺着 我的话题去的 没有自己的思想 你是不是也很奇怪 我怎么会知道 你的生活习惯的 我们聊天 她困了要睡觉了 她就会结束 但你不一样 你会跟着我 什么时候 我说结束了才结束 这是第二个疑点 况且刚才 我都已经知道了 你是个四川姑娘 第三个疑点 我们聊天 从来不谈及外在的物质 她对那些奢侈品 也不感兴趣 我的助手告诉我 她从机场 送你回来的路上 给你礼物的时候 你非常高兴地就接受了 而且现在 她就挂在你的脖子上 如果是她 惠妃的鱼 她一定会当场 非常高傲地退还给我 所以把这所有的 一切数据 一一地归到 我的公室里面去 就可以得到一个答案 惠妃的鱼的账号 被人另有所图地盗用了 而盗用的人 一定会用一个新的账号 跟我联系 果不其然 第二天 你就用一个新的账号 和我联系了 不 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道用 刘先生 惠妃的鱼这个账号 是我和我朋友 共有的账号 您是我们俩 共同的病人 我之前也跟您聊过呀 对不起 霍小姐 我只得另外一个人感兴趣 想跟你确认一件事情 惠妃的鱼 现在是不是正在谈恋爱 你太可怕了